好,35分了,我們就開始吧 各位好,我是今年的總盜之一,Danny 那這個時段是CostCup的Infrastructure Review 那雖然它叫Infrastructure Review 但其實只是我們還沒有想到一個更好的名字 我們好像沒有認真討論過該把它叫什麼名字 那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東西是在做什麼 我們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場議程的安排跟這個時段的安排 那也感謝各位來到這一場來聽我們在講 我們Infrastructure Review到底在幹嘛 那Infrastructure Review這一個時段的參考 是來自於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 辦在德國的一場叫CCC的Conference 這邊有人去過CCC嗎?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有人去過嗎?看起來沒有 好,那歡迎年底跟著一起出團 如果你對去德國一場參加這場駭客的盛會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找我聊聊天 去了解CCC在做些什麼 那我們這個時段的規劃跟安排 會有這個安排跟規劃 主要是因為借進CEC的這個時段安排 那這個時段安排就是CEC在Chaos 就是他們在這個年會的期間都會有這個時段的規劃 都在說明說這個年會的舉辦的過程中 有什麼有趣的數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借鑒於此我們覺得說可以除了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年會籌備期間做的事情以外 也是推坑在座的各位可以加入籌備 對,不要覺得只是看我享受這個年會的成果 你也可以成為貢獻自己的力量 然後一起來舉辦這個年會 對,就是任何人其實我們都是志工 我們都是一起加入籌辦這個活動出來 才會有這個活動的成果 那所以我們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年會過程的籌辦的各種種種的理念跟想法 我們為什麼會去規劃跟籌劃這些事情 然後去設計出這樣的參與歷程 跟來的參與者體驗 對,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參與貢獻的話 加入志工系統 你就可以成為CostCop志工的一份子 去投入你的想法 告訴我們你想做的事情 對,那如果你想了解 CEC的Infracture Review 到底都在說些什麼事情 然後在講些什麼故事 可以去參考他們的media.ccc.de的網站 那都會有完整的錄影 對,那我們只是借鑒於他的想法 來做這件事情的說明 那接下來的時段呢 就會由CostCop每一組的夥伴 就是可能是組長 可能是這一組的團隊成員的夥伴 來跟各位說明 他們這一個組別 在年會期間所籌備的過程跟歷程 有什麼有趣的數字 或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第一個時段 就交給我們的一成組 掌聲 誒,這怎麼用 哈囉,大家這次活動覺得好玩嗎 好玩 大家好,我這邊是議程主 然後我是Peter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提供一些有趣的數字 那畢竟大家走遍CostCop的三個場館 然後或者是走遍TR的一樓到六樓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知道 這整個活動的全貌 那我這邊就從議程的角度 提供一些數據 給大家參考 那第一個是 我們今年的攤位數 還有我們的鬼數 還有這些活動數 其實是大幅的增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好,我自己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即使我籌辦這個活動 我也還是記不住 哪一間哪一層在發生什麼事 我每次都還是要看我的地圖 那我覺得這也是CostCop的特色 就是很diversity 你不可能逛完所有活動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能夠做到這樣的規模 是怎麼做到的呢 那就是有愧於我們這種 和各社群合作的方式 我們今年和更多的社群一起合作 去讓更多不同樣的主題 更多不一樣的人 可以聚在一起這個場合 然後去互相交流 發揮一些新的想法 那另外一部分 除了這些社群辦的活動以外 我們也嘗試去 去育成一些我們覺得在開放文化 或者是開源技術這方面 我覺得我們值得推廣的主題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CostCop這樣產核 去育成這些主題 讓台灣的這些主題 可以有開源的社群 在彼此的去交流營運 那今年很好的事 是我們的教育的主題 還有我們design的主題 都有社群去認領 去主持了 那這就是我們希望的發展 我們不希望自己去 host這些主題 而是有形成一些社群去host 那此外我們還有 包括AI All-RAM 5G 還有Open-Worture 甚至Matec這樣主題 是希望可以我們在 在CostCop這樣產核推廣的 所以你如果對這些主題有興趣 或者你有些朋友想要 成立這樣的社群 那其實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候群 你明年就可以有自己的一間教室 自己的鬼在CostCop 那另外一方面是活動變多了 那我們的講者有變多嗎 是的 我們今年的投稿數也是大幅上升 那有更多不一樣的主題的講者來分享 來帶來不一樣的分享 那另外有一些比較有趣的趨勢 一個是說 過去我相信在座可能也有辦活動的人 然後知道就是大家都喜歡 最後一天才要投稿 那所以以往在最後那幾天之前 我的稿件數都是非常的不夠 非常緊張 然後在最後一天才有那個peak衝上去 那這一次我們透過了一些 包括像找鳥爭稿之類的方式 然後讓整個曲線就是 在最後的期限前 就其實已經是足夠的 那對於仇犯人來說 這樣就是比較 是會比較放心的 那可能那些稿件的品質 也會比較好 那講者也可以提早 去準備他們的講題 這是一個好的趨勢 那另外一個不好的趨勢 就是我們的 就是推薦數又增加 就是很多講者就是他 到最後一刻才有各自花式的理由 說他不來了 他怎麼了這樣子 就是比較頭痛的部分 那我們會持續觀察這樣局勢 看我們有辦法去改善他 那最後我想要分享的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今年的包括英文議程 還有就是你在教室裡看到 就是一些不是台灣的人的比率增高了 是的 那就是我們和 包括擺攤組或其他組別 其實就是在今年這個旅行限制解除之後 就是邀請到還有帶來了很多的國外主題 所以我們可能有差不多19個國家的講者 以及更多的英文講題 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接受到更多 這種國際 國際開源技術的這些分享 那畢竟開源是沒有國界的 好 那最後呢 我們怎麼做到這些事的 那 這其實很難慢慢去講 因為畢竟我議程組就是 為了筹辦這兩年活動 就是 包括整年我們可能都是持續的在籌備 那如果有興趣了解 那我鼓勵你可以 即早投 現在就可以投 你現在就可以聯絡我們 因為很多人都是已經到大會前一個月來才找我說 欸我想加入議程組 不好意思 你大會前一個月來找我 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跟你做的事情了 所以鼓勵大家就是 有興趣馬上聯絡 那我們有什麼消息都會通知你 好 以上就是議程組部分 接下來交給贊助組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贊助組的Clara 那 這個活動可以免費進來 就是因為有這些贊助商的贊助 就讓我們再次感謝他們 好 謝謝大家的掌聲 希望贊助商們都能聽到 OK 那我們開始 第一個我們今天想要講的事情是 就是今年就是有精選的點心 就是大家有吃到嗎 有 有 好 太好了 今年就是有黑森林蛋糕啊 精緻的餅乾啊 所以就很快就完食了 就謝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都吃得開心 那接下來 我來講一下這個贊助組的方針 那我們今年的金額呢 是226萬多 啊就只有去年的一半啦 雖然去年超標了兩倍 等一下 先不要譴責我們 我們來辯解一下 好 那因為我們今年採取的是教育方針 著重於一對一 手把手而交新人 所以比如說 新人寫好信以後 就會先給我們的前輩過 然後我們會 直接去指導他們怎麼寫會更好 還有就是為了讓新人有時間學習 今年就沒有找太多的廠商 目標是讓心血流入贊助組 未來有更多人支持這個社群 OK 所以如果你希望有一對一的教育 提升這個溝通交涉的能力 歡迎加入贊助組 贊助組想要的人 對開源活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想要累積與贊助商溝通 和跨組溝通的經驗的人都很歡迎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那個自工系統那邊申請 謝謝你們 好 大家好 我是製播組的Hamster 那製播組的話呢 其實就是在做一層的錄影 然後跟 就是一層的錄影 然後後面會處理一些 大會硬體設備的問題 那因為這些設備 比如說錄影的軟體啊 或者是後面看到的攝影機 都是我們在處理 那一般平常可能都不太會使用 所以我們呢 會做一對一的新手教學 就是讓大家可以在這兩天 完成這些事情 那我們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可以一次看21廳的議程 那就是可以不用跟大家人擠人 比如說這間教室已經滿了 我在線上都可以停 而且我錯過了我也可以看回放 這是一個自播組的小確幸 好 那我們這組呢 非常的缺忍 剛才有看到嘛 社群 今年的議程 有超過300多個議程 然後光同步的軌數 有高達21軌 可是我們自播組呢 就只有16位 所以我們很需要大家的加入 那歡迎大家加入CostCup 2024的自播組 謝謝大家 那我們接下來換到財務組 哈囉 我是財務組的葉子 然後財務組通常不太會在 大家的面前出現原因 就是我們就不要走向幕後 就是感謝前面的那些組別 就是大家的贊助 然後製播啊 攝影之類 就是從頭就是在幕前 就是幫大家把整個活動辦得很好 那財務的部分就是在幕後 就是默默幫大家 就是把東西來做核銷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從主要忙碌的年份 就是在從年會之後就開始忙了 對 然後我們今年也是持續就是在更新 我們的整個財務的整合的系統 那我們這樣就是從去年開始 就是把錢遇到我們的製工系統裡面 就是感謝行政組的夥伴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也是找了工程師 加入了行政組的開發股裡面 然後持續來做整個Mountier的 整個預算系統的大幅的更新 對 那財務主要負責的是什麼業務呢 就是記上出款合銷跟初年度的財務報表 就是我們每年會在年初的都會公佈 在我們的CostHub的博客上面 就會看到我們一整年的收入跟支出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們持續就是明年的計畫 也是希望就是我們會持續就是把整個 Mountier財務系統再持續再更加就是完善 對 因為我們目前就是把整個就是工人們的出款流程 就是做的更就是自動化 讓他們可以更就是方便的就是出款 但是前面還有一部分我們還沒有寫完 就也要再麻煩工程師們就是繼續再加強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其實也是持續也是歡迎 就是新人來做財務的部分 必須是我們是資訊人的年會 就是大家對於財務的部分其實有點不太喜歡 對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持續找新人來 就是做財務的部分 對 那就是我們就是忙碌的時間點就是在 就是在年會年後的部分 就是這個時間點會非常忙碌 然後就要做一些單據的核銷啊 就是一些單據的調整跟帳表製作這樣 然後也希望大家對財務有興趣可以來 就是加入財務組這樣子 那下一組應該是資訊組 好 資訊組由我代打 好 資訊組呢 各位應該都有打開 有今天這兩天也有打開網站吧 有打開網站的舉手 耶 有用OPAS的舉舉著 耶 有不少人 好的 就是資訊組的節作 好 那我們的網站呢 官網呢 其實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這幾年都有來CostCup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我們的官網一直持續在進步 我們從本來可能還沒有書籤的功能 本來還沒有篩選器的功能 今年都把它結上去了 這些都是我們資訊組組員 然後我們帶很多新組員一起來 呃 實現這些功能 他們可能本來沒有前段經驗 然後我們就讓新組員去嘗試去學習這些東西 所以給我們新的組員掌聲鼓勵 謝謝 好 那就是我們真的做了蠻多新功能 那我們也期待說 各位如果有發現什麼 呃 覺得可以在更增進的地方 我們所有的 呃 網站的feature 都是open source的 然後都是放在那邊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貢獻 我們的開放原始碼專案 然後讓我們的網站更好用 呃 更持續的使用 因為 未來相信應該還是 CostCup的鬼數還在增加嗎 好累喔 對 那個網站已經划不完了 我不知道那個UX到底可以怎麼調會比較好 蛤 七樓上不去了 好 那我們應該是六層樓 但是二十五鬼可能就還是差不多落在這個區間 那我們如何讓這個網站的體驗用起來會更順暢更好用呢 這個可以大家幫忙研究一下 如果你對於設計使用流程的體驗 有一些想法的話也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也很希望把這個網站的設計流程 就是它的使用者操作流程把它弄得更順暢更好用 對 那總之我們的官網也是有兩萬五千個以上的人的使用的工作階段 那參與者調查也是快一千人了 所以如果各位你還沒填寫參與者大調查的話 請現在馬上打開CostCup官網 然後在上面 滿上面的第一個連結 就是參與者大調查的連結 那可以去參與參與者大調查 讓我們了解說來參與CostCup的人 他都是長怎麼樣的人 就是那你也可以在上面佔編輯器 佔瀏覽器 佔OS OK 發起我們自己的宗教戰爭 OK 來擁護自己所喜歡的軟體 好 那我們資訊組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包含剛剛提到的官網 參與者調查 以及OPAS是由一個OPAS團隊在做開發跟維護的 那我也是OPAS這一個開發團隊的主要協調人 對 那OPAS其實不只是CostCup在使用 那主要是CostCup每年會使用 那接著Ccom 或是Heatcom 我們也會把議程表放進去 那我們能夠在不同的研討會都有 這麼友善的議程篩選跟這些功能能夠重複被使用 其實最早就是因為OPAS直接把議程的資料結構定義好了 所以HackMD那邊在幫我們產生共筆文件的時候 也是直接把這資料結構轉進去 然後就瞬間可以批示產完所有的共筆文件 所以就是OPAS就是定義了一些基本的資料結構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各個不同研討會可以方便使用 所以只要你的議程表是遵到這個格式 你的議程就可以進到OPAS裡面 然後在CostHub的官網其實也可以直接使用 那如果你有去看過Ccom的官網的話 那個議程表的套件其實也是共用的 它有上Github Action的Marketplace 所以你可以也直接去使用這樣的外掛 直接產生這個議程表 那當然也包含各位如果有幾點 如果你手上還有點數的你還有十分鐘 趕快衝回去TR把點數換掉 你還有十分鐘可以衝回去 去TR把你手上的點數換掉 我們四點攤位收攤 所以如果紀念品還沒買 你現在可以趕快衝回去TR 去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以及這次我們有新的嘗試 我們也有收到一些投稿者說 奇怪為什麼去年有了Pretalks我不能投稿了 因為今年的Pretalks是我們自己 重新架起來的Pretalks 它不是去年放在Pretalks上面的投稿系統 那我們就希望可以 maintain自己的一套Pretalks 去確保我們有比較大的彈性 可以去做一些操作 跟讓我們自己的人可以更方便去使用 所以今年也是由資訊組重新去 去透過 因為Pretalks是open source的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 deploy到我們自己的機器上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註冊一個 屬於Costcap的帳號 那在Pretalks上面去都有投稿 那我們要增加欄位 或去做一些額外的處理 也能夠比較方便的操作 所以如果你在操作Pretalks上面 有一些困難或障礙 你可以去看看 那是Pretalks的問題 還是它本來設計就是這樣 那你可以去Pretalks那邊發issue 然後告訴Pretalks那邊 可以有什麼做修改跟改進的 那如果有 關於我們自己設定上 可能會讓大家更方便操作的地方 你也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知道說 如何去修改跟調整 讓大家在投稿這個歷程 可以更方便更好用 好 那我們能使用到的Skill Set 就是前端主要是View跟Type.js 所以如果 TypeScript TypeScript 如果你是熟悉這些開發的 也歡迎透過自工系統 來加入我們的開發 那後端的話 其實Python為主啦 Python, Django, PostgreSQL 或是MongoDB 就主要是使用到的幾個 程式語言或是技術 對 所以如果你對於這些 軟體的維護跟管理 是具有經驗的 也可以投自工系統 告訴我們你對這件事情 是有興趣參與的 對 這就主要是 資訊組所在做的事情 對 那就歡迎 大家加入資訊組的 各種討論跟籌備 我們的所有的 Source Code 都是公開的 那如果你有興趣 覺得有問題 都歡迎發issue 發PR 包含其實 各位知道 如果有用Android的人 應該知道 昨天那個 OPass還有上版本更新 對 這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在活動中 就在上Page 這是很正常的 對 因為在活動前一天 我們才剛升完所有套件 然後就發現第一天 有人就Under14 然後就爆掉了 對 那馬上就是 一層正在進行 我在那邊修扣 對 然後就直接 再上一個版本 就不會爆掉了 好 就是這樣 開發組就是這麼刺激 一層在進行 我們也在修扣 好 那接下來下一組 這個是記錄組 Yeah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記錄組組長 岳泰 嘿 大家知道 記錄組是做什麼的嗎 拍照 拍照 沒錯 看著我手上拿這台相機 嘿 就是來拍照 大家比個耶啊 耶 耶 很好 很好 沒錯 我們就知道這種氣勢 嘿 但是大家可以再熱情一點 嘿 好 好 我們是記錄組 好 那記錄組除了拍照之外呢 我們還有很多的嘗試啊 當然 你可能不知道 你可能也知道 嘿 好 那 我們呢 拍照的目的是什麼 拍照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記錄下 我們年會精彩的時刻 除了記錄下 我們年會精彩的時刻之外呢 還有就是我們要 欸 等一下 欸 等一下 欸 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嘿 在 我們這個 在我們這個 在我們這個紀錄組 非常關鍵的時刻呢 怎麼了 欸 因為呢 我們記錄組今年 非常地忙 欸 也沒有啦 好 只有 我們關鍵的人在忙 欸 但是呢 今年我們有一個特別的新任務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 那 到剛剛 十分鐘前為止 這一份簡報 在我這邊 都還是公開的 嘿嘿嘿 所以呢 剛剛有一個小miss 嘿 就是我想要介紹 我們要幹嘛 我們值得就是拍出 美麗的照片 還有奇幻的照片 欸 這個是誰 這是我們的總召 好 球魚 嘖嘖 欸 好 它走了 好 它等一下就會出現 跟大家介紹 嘿 那我們就是要拍出 如此魔幻 而且美麗的照片 OK 好 那 剛剛跟大家介紹的什麼呢 就是這個 形象照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在TR TR在 3樓 3樓 310嘛 我們有叫一個 非常專業的攝影棚 欸 然後 就會拍出像這樣子的形象照 你就會看到 非常的專業 非常好看 嘿 那 不知道 現場有誰 有拍過形象照 有拍過形象照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喔 很少 OK 好 那請問你是不知道有形象照的 還請舉手 不知道有形象照這個服務的 喔 好 那你是知道 但是你錯過了 有了嗎 其實不少 好 那 那麼怎麼辦呢 明年 歡迎你們再來 嘿 明年 我們 應該 應該也會有形象照的服務 嘿 嘿 應該 嘿 嘿 應該 但是呢 今年除了形象照之外還有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講 按摩 按摩 喔 那個也是 嘿 在我們形象照旁邊 它也是我們回饋的一部分 它非常重要 歡迎大家去按摩一下 明年也許我們還會有 也許 好 那形象照 除了拍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 就是把它印出來 沒錯 嘿 就是把它印出來 今年呢 我們有做這種 印出來的服務 嘿 只要你有 OSV Pass 你就可以來印照片 好了好了好了 那現場誰有印 喔喔喔 那個有 好好好 其實滿少的喔 嘿 好 那怎麼辦呢 明年歡迎你來投 OSV Pass喔 OSV Pass喔 除了在我們年會 有這個回饋之外呢 它其他年會也有 門票的回饋之類的 嘿 很實惠 那 詳細呢 就請大家自己去看喔 好 那歡迎你的明年 也來拍 也來印喔 那 就是這個形象照呢 讓我忙到剛剛 嘿 嘿 嘿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今年呢 也許你已經看到了 我們攝影棚 非常專業 非常專業 我們請了這一位 海哥 嘿 我們專業攝影師 嘿 來幫我們架鵬 嘿 沒錯 非常感謝他 非常感謝他 為我們提供了一個 非常優質的 那個攝影服務 嘿 嘿 好 那麼 我們攝影組呢 雖然有如此 精美優良的東西呢 但我們最需要 我們還是很煩惱的 嘿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就知道 看了這些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要怎麼拍 嘿 好 因為呢 我們都需要一個靈感 那假設你有靈感 你雖然沒有攝影技術 假設你有好的靈感 也歡迎你來加入我們 為什麼 其實我們還有 除了攝影之外還有 什麼呢 文字紀錄 好 這份簡報來不及前啦 文字紀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們在medium上面呢 其實有做了一些的文章 嘿 在我們年會開始之前呢 其實就有做一些 比如說我們有建立起我們 團隊的一個 呃 共識的一個 team building OK 那 他有一些文章在medium上面 歡迎你們也來看看 我們是如何籌備起這個年會 好 那我們這一組呢 今年的新東西就到這裡 好 那新東西大家也都知道了啦 剛剛都講過了 好 那我們就歡迎下一個 欸 大家好 那個 欸 我不是總召球魚 我是負責製作小酌娃娃的球魚 然後 我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從去年到今年 我們就是製作小酌娃娃的歷程 欸 這 好 我不會下一個 然後 呃 去年就是我一直 呃 像 前幾年的總召 Sin 一直吵著說 我想要一隻這個小酌的娃娃 然後Sin 就幫我找了一個大大 然後他就用手縫的 就幫我縫了一隻出來 那是太棒了 然後 從此這隻娃娃就被我們帶著 油上碗水吃香喝辣 或者是被人吃 然後 我們就去找了娃娃的廠商 欸 再下一張 我們就去找了娃娃的廠商 然後幫我們就是做打樣 再修得更精美一點 然後在這個途中就是 剛剛那個幫我們縫娃娃的大大 他就很熱心的就是幫我們 校對那個每次打樣完的娃娃這樣 然後這個是在我們 我們快要接近年會的時候 我們要來包裝這隻娃娃 在想說這個袋子到底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剛好那個時候晚上很餓 所以大家就想出了雞排袋這個概念 然後就可以看每一個份 就是雞排袋長什麼樣子 最後盡興修整出來的 本來是想要這樣熱騰騰炸好的小酌 就是交到各位的手中 但發生了一點點一點點的小意外 就是在前幾天一笑起來之後 收到廠商的電話 他跟我說小酌紋身失敗了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現在看的這張圖 這個是紅外線嗎 不是 好吧 你現在看的這張圖 是一個頭下腳上的小酌 就是顛倒的 然後Cost Cup就是橫著這樣子立在那邊 就是他的Cost Cup秀反了 所以我們很殘念的就是沒有辦法在年會當天 把熱騰騰的小酌交給大家 真的是十分的不好意思 然後順便介紹一下就是 這位就是幫我們兼修娃娃的大大 就是感謝他讓我們有小酌可以抱 然後可以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他現在已經不在現場了 謝謝大家 然後順便再說一下就是這個披風 就是我們拍閉幕的時候穿上來的這個披風呢 也是剛剛那個大大兼修的 然後這是他自己手縫的 然後如果你對這個披風有興趣 人類不夠可愛 披上小酌妝就夠可愛了 就是歡迎你明年可以來就是參加Cost Cup 然後幫我們一起協助製作這個披風 然後 另外再宣導一下就是小酌要用來呵護 不是用來監打 大家就是友善對待小酌 謝謝大家 好 那下面Q&A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沒有問題呢 是不是可以下場了呢 是不是沒有主持人呢 我是不是要自己主持呢 對 那一位 不好意思 你好 請問那個披風買得到嗎 現在這個是僅此一件就是手工縫的披風 所以現在買不到 可是如果你對它有興趣的話 歡迎就是關注我們 可以說明年展望嗎 這件披風的明年展望 也許有機會 大概可能 會出大概 那希望要出耶 我好期待啊 那就繼續期待 沒關係 多少錢你會買 我現在是幫大家的心聲嗎 我覺得300塊我就下單了 300塊是嗎 對吧 對吧 掌聲一下300塊好不好 你要說過話嗎 各位 300塊連成本這個布你都買不到喔 我可能可以拿那個布置布的體帶 幫大家打版看看而已 哎呀 就是 如果要製作這種東西成本是蠻高的 歡迎大家對這個東西的成本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 一起來了解一下 製作這東西到底有多費時費錢 好 謝謝 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嗎 其實我是很想問 開這種Warsha的課程 大家從零開始瘋會有興趣嗎 Open Source的人應該也有黑客Maker的精神嘛 從零開始瘋 從零開始瘋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喔 可以喔 好 那你要來報名喔 你給我們開課我們就你要來報名喔 那我邀請你當為志工 然後我跟你一起辦這個Warsha 我們待會換一下聯絡方式 看起來大家對裁縫滿有興趣的啊 大家就是有Maker的精神 還有問題嗎 Q&A時間 哎 跳掉了 小葉 這是一個總召接受大家對於這個年會的任何提問的時間 我現在不是總召 我是那個 我是總召組職業的總召 謝謝 如果有任何問題 現在是一個大好時間 你可以了解這個年會到底怎麼籌備的 我們到底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對你的帽子很感興趣 請問他是哪裡來的 你的配件太多了 等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很可愛嘛 對啊 他是怎麼來的 他是 就是 你在一個三角錐的攤位可以看到他 然後 我朋友他去玩遊戲得來的 於是我就把他搶過來 沒有啦沒有 於是我就跟他借來了 所以這個 不是我自己拿來的 十分的抱歉 十分的抱歉 你不是在一個電梯樓梯間嗎 電梯樓梯間 喔你是說那個擺在地上嗎 對對對 地上也有三角錐 但是那個 可能不太能帶就是 沒有我們要講一個正確的回答 這是來自VLC的夥伴 對 應該有看到我們的社群 VLC的攤位夥伴 Our community members here 給VLC一個掌聲 給他掌聲 他愛你的頭 Yeah So you can talk to VLC community to ask him Do he have left 先下載 對 先下載 對 先下載 對 APT install DM drive install OK 還有 還有問題嗎 還有嗎 還有人對於活動籌備 或是各個組別在做些什麼事情 有什麼問題嗎 看起來大家都很迫不期待 想要來聽Talk是不是 等一下 在來聽Talk之前我要先閉幕 是的 你還有閉幕 那最後就是呼籲大家 如果你對我們的籌備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 太陽 用疾夢 谢谢大家